主任 主任 好了 好了 哥 大哥 你知道吗 没有你在的时候 我活着一点滋味了 快师傅 给我好好地活着 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我可告诉你啊 我和阎王爷喝酒的时候 我要看到你 你 别说我不认你这个兄弟 哥哥 哥哥 兄弟 什么也不要说了 咱们哥俩好好的喝酒 喝得以醉方休 好 干 看看 喝点水 谢谢 顺小 你在电报里说 砍手救走了李克强 怎么回事 这个不重要 我们迟早都会找到他 重要的是 我现在认为 李克强才是真正的独臂大道 还出去 昨天晚上我在荡案市待了一夜 整理了黑市成立以来 所有与李克强有关系的文件 有什么发现吗 我梳理了一下所有的线索 你们还记不记得 钓鱼行动那天晚上 按照约定 李克江应该失去码头的船上 但是船爆炸了 所有的人都认为 李克江已经死了 但是他现在还活着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有一种可能性 爆炸是李克江 刻意安排的假象 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他原本想 要把雅德莉引到船上炸死他 可是没有想到出现了意外 还没等我把雅德莉带到船上 船就提前中弹爆炸了 所以他只能跳水逃命 李克江这个时候突然出现 的确是有很多疑点 可你现在都是推测 需要真凭实据 李克江活着就是最大的证据 那 那假的剑瓦本 又是怎么一回事 剑瓦本是假的 只能说明独臂大盗 在黑龙会的人面前留了一手 你的意思是 真的剑瓦本 在李克江的手里 至少不可能在别人的手里 也许他想把真的密码本交给日本军方高层请供腰赏 这都说不定 但是我敢肯定 结码本肯定是独臂大盗调的包 李克江是独臂大盗 那他为什么要救我呢 他应该杀了我免除后患 他有这样的机会 他却没有动手这是为什么 但是就在昨天晚上 他潜入黑市 试图将秦敖置于死地 他在黑市元气大伤的时候出现 目的再明显不过了 把你们一个个都除掉 也许这其中也包括我 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相信你 克江会是内奸 他是那么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 你以为我愿意相信吗 对不起 我应该问你 我ج要跟你的事 老哥 你放心 我一定 叮醒了 秦豪 来 兄弟 干了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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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豪 我知道你一步步都不会离开我 所以我在酒里下了药 对不住了 你好好地睡一觉 大哥走了 大哥走了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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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到底 在我们心中 在我们心中的李克江 无论如何 不会是卖国求荣的内奸 他或许 或许有什么苦衷呢 春夏 先找到李克江再说吧 别担心 别担心 那么 莫子 去 李克江 他约我见面 今天下午 他为什么只约你啊 不知道 他说 解码本在他手上 我想拿回来 就去见他 那好 如果这样的话 我跟你们一起去 一定要拿回解码本 不行 只能我一个人去 否则 他不会出现 这是他的条件 路亚 你现在不能去 现在这个时候 李克江已经正式公开身份了 他不再是以前的李克江了 他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的 对 我们必须主动出击 我答应他了 春夏 你带着人在附近接应吧 这个时候 李克江能主动约我 这个机会实在太难得了 那么多疑问 见到李克江或许能有答案 我自己去 就这么定了 路亚选择了单刀附会 他并不知道 自己的这个选择 正中李克江下怀 让路亚帮助自己 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棋 这是李克江最后的冤枉 你干什么你 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我来帮你 你赶紧走 要是你让李克江看见 他就有可能永远都不出现了 如果他不出现 我们根本找不到他 那我们就不能了解真相 不能找回解码本 我想见见李克江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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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